Hello 大家好,Re1です 再次來看一下新的活動,連磨連死 這一輪新開的活動,龍死給的應該還蠻多的 Tobigiri no Chou Kansha 連磨連死,Campion 開催啦 2020年就要結束了 超豪華的Login Bonus跟Mission 然後有WDocamp Facing 物語活動,傳說的挑戰 這一段的話,Sarani 然後原段有特別的Sales 這個的話應該是在講那個 新年卡池 5個Step,200顆龍死的那一個 然後來看一下正式的活動 這個是Login Bonus 從10月28日開始到1月1日 欸,不多咧這個 才幾天罷了咧 這個Login Bonus 這樣裡面的龍死應該會給不少吧 如果給太少的話,不是要被罵到爆 然後1月1日過後又可能會重新開心的活動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年末年死Mission限定任務 到1月22號,開了好久 然後就這一輪的WDocamp Facing 早上10點開,然後已經抽完了啦 剛才已經抽完了嘛 成績非常的棒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啦 雖然說沒中心卡 哈哈,稍微可惜了一點 然後就老界王的卡機這個就算了 再來就這一個龍死 課長的最愛 課長,靠你們啦 這一輪的超Sales 這一輪的 銷售海洋版 然後新的超級戰斧 超級戰斧跟斜念波 也是已經開放了 然後之後嘛 從28號開始到1月19號 超級戰所有的關卡都會全部開放 所以幾次打都可以 然後新的物遺卡 有那個Beg 那個背空 這個 算是 胖胖的那一隻啦 回避力超高的 可以去到50% 然後物遺複刻 這個就 應該沒什麼用啦 這個物遺感覺沒什麼好 沒有什麼東西要打 然後就克林穿鎖的挑戰 20顆龍子 一定要把它給練上來啦 怎麼樣都是得拿上來的 太有用了 然後這次還有新開的 這個頂上決戰的 8比D 摩仁普 這一隻的能力來說 中規中矩啦 因為 它的能力是以數值來算的 不是乘趴數 所以不會到非常的高 但是是配合 配合那一隻叫什麼呀 想一下 大亂戰的8比D 打布朗 他們的連結還不錯 可以擺在一起來使用 而且兩隻都是L 而且他們的能力是互相搭配的 而且他們的能力是互相搭配的 我個人覺得還不錯啦 都是要把它給連出來 然後 極限 Super Battle 的 極限戰鬥路 跟超級戰鬥路 會 一直每天開放 直到1月7號 這樣這一輪的話 趁著這個年末活動 有假期的話 就可以盡量的把它們給刷完啦 如果要刷的話 要去打 可以多長次啦 不然每次拜六禮拜才能打 有時候 時間安排不到 蠻麻煩的 然後第34回的Bacharu大亂戰 1啊 12月28號 等一下下午5點過後就開了 可以打 也是一個撈龍石的地方 這邊的龍石還蠻多的 歐非鑒定的撒旦的禮物 1月1號開始到1月7號 7天 哇 這種歐非鑒定我很討厭的 每次都拿到一顆龍石 那個七顆龍石都無望於我 OK 這一輪我個人比較期待的就是這個了 極限戰鬥 歷屬的將連吧 哇 這支我已經全部給準備好了 已經彩星 再加上 連鎖技能全滿 只要他一出來我就可以用了 1月7號下午5點 日本時間下午5點 我們這邊的話是 下午4點就開到1月29號 應該不難打 他用的類別 特攻類別是Fusion Fusion的話 現在夠強了 速數的話就果吉大 反正果吉大丟上去就沒有錯了 不會難不會難 然後 物以復刻 這個的話是打什麼的 Kotinx Double 哦 那一個物以復刻 嗯 不錯啦 反正就是開來 給我們刷一個免費的龍和卡 然後可以用來打這樣子 能不能打也不知道 然後舊的物以復刻 還有這個 小物犯 極限戰的小物犯 然後 極限戰的比克 這個 這個是 極限戰小物犯的關卡 極限戰的關卡 奇怪 怎麼會開他們兩隻的 有什麼特別的情況嗎 不知道 欸 不管了 之後再看好了 反正都是1月7號的事情 到時候應該會有新的活動 欸 這個是 週末 週末 週末抽獎券 欸這個的話 這一輪兩隻 注目角色是 克林跟 18號啦 欸都是福奇黨 可惡 欸1月9號到1月24號 拜六禮拜可以抽 嗯 然後 裡面是有的 撞LL啦 可是撞不撞得到 就看個人的浪了 反正我是撞不到的 呵呵 然後就是有 有登錄就可以有機會拿到他的 這個 這個 週末卡券 週末抽獎券 這樣多的 喔還有 還有Mission 還有特別Mission 是1月9號到1月24號可以做任務拿到 嗯 給到來應該也不會太多啦 這個券 再來就是 哇 重要的三聯修 特別Mission 1月9號到11號 欸這邊就有21顆龍絲啦 非常棒 再來就是 哇 又是極限在戰鬥 Nice啦 欸 這個是集體的Vegeta 再加上超級的 界王前悟空 1月12號 開他的極限在戰鬥 哇 這邊又是30顆龍絲 這樣加加減減 這樣下來 打底60 然後大亂戰 20處顆 就80多顆 80多顆 這邊21顆 就破百了吧 這樣就 這一輪應該是破百顆龍絲了 這一輪 這樣拿下來 非常的棒 然後再看大課長們 能不能把一個 銷售坊第一給刻出來 哈哈 然後他還會有這個 永遠的Library Cassia 這個卡機 然後抽這兩隻 上一年的這個卡機 是用來抽誰的 抽超惡悟空 跟魔人北吉達 隸屬的 隸屬的魔人達 跟素屬的超惡悟空 天使那一個 然後今年的是這兩隻做主角 每年都要 都要這樣子 這個是三有爆裂擊戰 暴力連接戰 哈哈 三有連接戰 所以的 這個超煩的 那這一輪是VS Super Saiyan 北吉達 天使 應該是悟空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 全部魔人的 按照如果 以故事來說的話 普遍 然後這邊是沒有給到 那個 沒有提到 新年卡詞 不過 這邊 這邊已經有寫到了 這個 剛才講到的 沙拉尼 這個元旦卡 你 特別的SELF 有開錘一定的話 大概就是這個了 到時候還是會有龍獅 給 來看一下這一輪的 限定任務好了 嗯 28號到1月22號 潛在能力 龍獅 然後劍 老界王 然後 新的Mission 1月1號還會新增 新增新任務 然後 全部任務 是不是 對 OK 只要限定任務 全解就有25顆龍獅 這樣 Dairy Mission 應該是坑的啦 果然 Dairy Mission 是 全部都是 潛在能力一 對 缺潛在能力一的人 還是蠻 蠻有福音的 OK 限定任務 Catalogally 3回編成 然後Clear 這一個的話 是劇場版Hero 是對應那個 新的物語關卡 要用劇場版Hero的 然後 一體覺醒 一體多看覺醒 物語Event 1回Clear 3回5回4回 反正有新的關卡 一定可以過到 不過超級戰就有點麻煩 1 3 5 沒有抽到新卡 就不會想要打超級戰 可是硬硬硬有超級戰的任務 超煩的 然後 300顆 300個體力 小煩喔 運路全解 這邊才多少顆 2 3 4 5 6 7 這邊才7顆龍絲罷了 哇 25顆還要分段給 真的是夠吝嗇喔 官方 一次過給我 那種我們25顆 然後再追加嗎 然後這一次的登陸賞 只是到1月1號罷了 28 29 30 31 欸才4天 哇 3顆 3顆耶 給的蠻多的 3 3 3顆 3顆 4顆 5顆 15顆 還不錯還不錯 4天啊 15顆龍絲 非常非常夠的 非常夠的 而且到時候他給的這個 睡眠老街王還給到7隻 可以拿來升技能 蠻爽的 哈哈哈哈 這個Lock in bonus 就很大方一下啦 然後之後就去到新的一年 到時候應該是2顆2顆這樣給吧 希望的希望的 然後 新的event就這兩個啦 他的超級戰管卡 有抽到的就攻擊啦 呵呵呵 我個人是沒有抽到啦 給他參念一點 欸 這麼貴 啊 算了 這個不重要 欸 就是 剛才說的極限者的角色 來看一下 純粹賽亞人 這隻 這隻北其他 這隻北其他其實還蠻好用的 本身都很強的 送中空系譜類別的敵人 存在的時候 攻擊力加60% 然後 回合開始時 自身的氣力加1 敵殺技發動時 攻防90% 其實蠻強的耶 然後還可以無限跌攻跌防 都不知道還要怎麼改 欸 這個就已經開了兩路 然後 連擊我是點上去啦 點到比他高隱密 可以無限跌攻跌防 nice 我現在已經開始在練他的 連鎖技能的連結了 然後再來另一隻的話 就是技術的悟空 欸 就是這一隻 這時候我就要想一句了 那一隻速術的 技王全悟空啊 上個星期才剛剛極限jack完 接著就技術的極限jack 那一隻直接被打進人工了嘛 欸 攻防 無限上升 然後 Begita的系譜類別的敵人 存在時 防禦力60%up 悟空時比較偏向防禦相 然後Begita攻擊相 然後 血量60%以下的時候 攻擊再加60% 同樣是 必殺技發動之功 防禦還90% 這隻也是開始在練這連結 剛才說的 素數的 界王全悟空其實有點慘 這一隻 卡面是蠻帥的 才剛出來 就要 就要 就要倒退去了 沒辦法 雖然新卡出的那麼快 然後再來就是 欸 我的邪念波 這個抽到多出來的邪念波 然後 我一直 我怨恨了很久 呵呵 終於看到他的 欸 極限Z到來了 Nice 才行 Full Link Max 到時候出來再看他的能力 然後再來把他的這個 Skill Time 放上去 可惜啊 他的類別就是這麼少 才機場版 機場版Boss 變成強化 跟這個新的 升星星勢 但是 可是這邊的話我就蠻難安排他的 他的組隊的 我都不知道要怎麼來組了 現在看到他的這個隊長機 感覺都不是太過的Match Match不到啊 欸 就是這樣子 這一次的 新的情報也就這一些啦 沒有太過多特別的 主要就是這個Lock-In Bonus還不錯啦 15顆龍絲 然後Mission的話 我真的是覺得不行 太少了 弄置太少了 而且還是分段 那不過接下來 我看 對於比較新手來說 就等這個 200顆龍絲的 5個Step的 新年池好了 還不錯 至於這個 新的卡機 就看個人啊 我自己抽了還不錯啦 畢竟之前真的是 好慘喔 之前的抽卡 全部都掛掉的感覺 不過 還是抽不到新卡就是了啦 OK 那麼這一次的 視頻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またね